《江兆黎明》是一部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 由马思纯、白克、刘凯主演的现实主义女性悬疑话题剧 剧中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好人 里面的人物扮相很贴近现实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秘密和不能触碰的地方 在剧情开头便是一个命案 全剧围绕这个命案展开 从死者苏瑞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开始展开 苏瑞的饰演者是刘凯 刘凯曾饰演过《阳光之下》的小五 这两部剧的角色差异还是挺大的 刘凯在《江兆黎明》中扮演李小南的老公苏瑞 苏瑞极其善于在外人面前伪装 她在外人面前就是一个模范丈夫 她对妻子十分体贴 世事周到 说话温温柔柔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羡慕李小南有一个这样的老公 不过在外人面前如此优秀的苏瑞 在背地里却家暴 出轨 赌博 还借了不少高利贷 先后谋划了对李小南的四次谋杀 想制造李小南的意外死亡 获得宝额一百万 马思纯饰演的李小南 是一个房地产销售 她白天做房地产 晚上去夜市摆摊 她是诸多渴望安稳 平凡生活的女性代表 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实现目标 她很渴望拥有自己的一套房 为了这个目标 她一直很能吃苦 步步求稳 她是一个受害者 家暴的受害者 丈夫出轨家庭的受害者 她因为丈夫欠的高利贷 每天起早贪黑 她不断遭受威胁 李小南摆脱不了苏瑞 她就给苏瑞提供下出轨对象 致使苏瑞出轨 主动提出离婚 完成自我就熟 在苏瑞的死这件事中 李小南一定还在其中担任了什么重要角色 苏瑞对李小南的每次谋杀 其实李小南都知道 并且安全地躲了过去 很多人都羡慕李小南有一个这样好的老公 李小南的同事余虹就是其中一个 余虹的父亲格外的重男轻女 因此余虹从小变非常缺爱 对于苏瑞的甜言蜜语 根本就招架不住 早早地把自己陷了进去 余虹对于苏瑞所有的情话都深信不疑 最可悲的是 由于原生家庭父爱的缺失 最感动余虹的一句话 竟然是苏瑞说的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余虹可以说是深爱着苏瑞 但是苏瑞接近余虹都是为了余虹的钱 众所周知 余虹是个差二代 可惜的是 他爸爸非常重男轻女 两千多平米的拆迁房 没有一套在余虹的名下 余虹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 还怀上了苏瑞的孩子 一心只想着把孩子生下来 让苏瑞和李小南离婚 苏瑞的死与余虹也脱不了干系 或者换句话说 余虹也是杀死苏瑞的凶手的帮凶 在苏瑞的死这件事上 李小南母亲应该也在其中有着某种推动作用 在李小南被苏瑞推下江的那个晚上 其实也就是苏瑞死的那天晚上 李小南的母亲借车出去找李小南了 在苏瑞的葬礼上 他们提到了洗车这件事 并且在洗车的时候 车上是有江泥河写的 这说明李小南的母亲肯定到过江边 至于和苏瑞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 其实在预告也剧透了 李小南的母亲进了监狱 并且预告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等你给自己的女儿收过诗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心情 李小南姐姐的丈夫 对于这个角色 很多人一直说 当初苏瑞和李小南结婚 就是看中他姐夫家有钱 但是对于姐夫这个人设 其实剧中还没有过多的透露 可以从侧面来分析 苏瑞给姐夫的公司介绍合作时 在暗处收好处费 姐夫是很清楚的 而且在剧情刚发展的时候 苏瑞就给姐夫道过歉 不过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剧情虽然还没透露姐夫的故事线 但是从侧面透露出了 其实李小南的姐夫并不是一个良人 李小南的老公欠了不少外债 如果说姐夫这么有钱 关系很好的话 为什么不向他借钱 其次 李小南去姐姐墓钱的时候说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有时候选错了一个人 一辈子都躲不掉 在李小南和白客聊天的时候 也说过 嫁得好 嫁得不好 都是要吃苦的 有时候 兴许嫁得越好 吃得苦也就越多 这说明他姐夫或许也不是良人 他姐姐和他姐夫关系或许也不好 这也是对姐姐和姐夫故事线的一种透露 传说中的男主王成 王成虽说是男主 但是在这部剧中前几集的出镜率非常的少 有几次出现还是为了跟踪和打探消息 王成以李小南同学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身边 随后一直在跟着他 并且在女主陷入危险的时候 提供了帮助 让他住到自己的次卧去 原本以为是甜甜的爱情 还以为他是女主的救赎 没想到王成是一名记者 他可以跟踪女主是为了写新闻 他的接近也是有目的的 在一栋满是化的房子里 王成囚禁了一名女性 女性的身份至今还是谜 他在李小南离开家的时候 进了李小南的房间 把李小南的电脑拿出去解密了 看了他电脑里面的东西 值得提的就是 在李小南的电脑里 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里面没有设密码 那么这个隐藏文件夹 就是形同虚设 李小南知道 有人进去过他的房间 并且每一次李小南都会反锁门 说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 其实是很强的 那为什么隐藏文件夹不设密码 是故意为之还是 江照黎明 虽然也有很多逻辑上的小瑕疵 但是撇开这些不说 剧情还是很给力的 剧中每个人都不简单 剧中指描 最后一会儿 就是规律的 这个隐藏文件夹 就是这样的 把这个隐藏文件夹 看到这个隐藏文件夹 才是不得的 那么大 时针 这种隐藏文件夹